《超人》是出现于DC漫画中的一名虚构超级英雄角色 由作家杰瑞·西格尔和漫画家乔·舒斯特 于1933年高中生时期创作而来 1938年,两人将《超人》卖给侦探漫画公司 即现在的DC漫画 同年6月,《超人》首次登场的《超人》 《超人》首次登场于动作漫画第一期 《超人》出身在克星,原名凯埃尔 《超人》的父亲乔·埃尔 是克星上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 他预测到克星即将毁灭 与妻子劳拉将儿子凯埃尔单独放进太空船 送到遥远的地球 太空船降落在美国堪萨斯州 泽摩维尔的肯特农场 农场的主人肯特夫妇 乔纳森和Masha发现太空船 并收养了凯·埃尔 给他取了一个地球名字 克拉克·肯特 克拉克从小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力量 在养父母的悉心教导下 他决心用自己的能力造福人类 成年后的超人 常年居住在美国大都会 以克拉克·肯特的身份 在星球日报当一名新闻记者 星球日报的另一名新闻记者 路易斯·莱恩 是超级英雄 超人的爱好者 后来发现克拉克的真实身份 而成为超人的女友 超人是第一个 证明其商业价值的超级英雄 随着时间逐渐被公认为 所有超级英雄的十足 在美国漫画史上 超人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1948年7月15日 超人上映 寇克·埃琳饰演克拉克 诺尔尼尔饰演路易斯 这是超人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1951年11月6日 超人和眼鼠人上映 乔治·里夫斯饰演克拉克 费利斯·科兹饰演路易斯 1978年12月15日 超人上映 克里斯托夫·里夫饰演克拉克 马格基德 马格基德饰演路易斯 本片在美国掀起一阵科幻片热潮 开拓出超级英雄电影这一全新类型 由约翰·威廉斯所创作的电影主题曲 超人进行曲 成为超人形象的代表曲 克里斯托夫·里夫也因此声名大造 被视为超人的化身 1987年7月24日 超人4和平任务上映 这是克里斯托夫·里夫 第四次饰演克拉克 也是他最后一次掺演超人系列电影 超人4和平任务的预算高达1700万美元 全球票房却仅有1568万美元 是所有超人系列的电影里 大众评价最差的一部 1995年 克里斯托夫·里夫参加一次马术比赛时发生意外 脊柱严重受伤导致全身瘫痪 2004年10月10日 克里斯托夫·里夫因心肌梗塞逝世 1989年6月23日 蝙蝠侠上映 由DC同名漫画改编 蒂姆·波顿指导 蝙蝠侠投资3500万美元 全球票房4亿1000万美元 大众评价也普遍给予了正面反馈 同时带领超级英雄电影迎来第二次复兴 华纳趁热买下超人的电影制作权 交由监制乔恩·彼得斯负责 乔恩·彼得斯将项目命名为超人复活 并组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阵容 导演蒂姆·波顿 以及找来炙手可热的明星尼古拉斯·凯奇饰演超人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 这个项目在折腾一年后被华纳宣布冻结 仅留下凯奇当年身披超人服的《市装照》 导演乔恩·施奈普通过在网上众筹拍摄资金 将超人复活主创人员的访谈 以及一些幕后花絮 整理成一部纪录片《超人复活夭折记》 2015年7月9日通过视频点播面向大众发售 1998年8月21日《刀锋战士》上映 由漫威同名漫画改编 斯蒂芬·诺林顿知道 新线影业投资4500万美元 全球票房1亿3000万美元 2000年7月14日《X战警》上映 由漫威同名漫画改编 布莱恩·辛格指导 24级福克斯投资7500万美元 全球票房2亿9000万美元 2002年5月3日《蜘蛛侠》上映 由漫威同名漫画改编 沙姆·雷米指导 哥伦比亚投资1亿3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8亿2000万美元 这些影片上映后都收获强烈的反响 以及普遍的好评 促进超级英雄电影的再一次兴起 2000年2月 华纳再次筹备超人电影项目 J.J.埃布拉姆斯获聘编写一部新的超人题材电影剧本 为该项目取名《超人飞跃》 2002年7月 J.J.埃布拉姆斯提交了剧本 2002年9月 华纳宣布电影导演布莱特·拉特纳担任 保罗·沃克 阿什顿·库彻 布莱登·费舍 马修·波莫 乔什·哈奈特 亨利·卡维尔 都参加过超人的试镜 2003年3月 导演布莱特·拉特纳 监制乔恩·彼得斯 两人针对选决 产生严重分歧 布莱特·拉特纳支持 马修·波莫饰演超人 乔恩·彼得斯支持 乔什·哈奈特饰演超人 布莱特·拉特纳便退出了剧组 约瑟夫·麦克金提·尼彻 接手继续推进项目 由于预算及拍摄地点 与华纳无法达成一致 也退出了剧组 之后JJ·艾布拉姆斯 尝试说服华纳 亲自指导自己的剧本 2004年7月 布莱恩·辛格被华纳选中 负责电影的开发 由理查德·唐纳指导 克里斯托夫·李夫主演的 超人题材电影 《超人 超人2》 是布莱恩·辛格 自海提时期 最喜欢的超人电影 当华纳向他发出邀请时 布莱恩·辛格立马接受邀请 并放弃掉手上两部正进入前期制作的电影 《X战警》3 背水一战 逃离地下天堂 2006年6月28日 《超人归来》上映 布莱登·罗斯饰演克拉克 凯特·波兹沃斯饰演路易斯 华纳投资2亿7千万美元 全球票房3亿9千万美元 《超人归来》的剧情 紧接1980年上映的《超人2》 因此在挑选超人的演员上 与克里斯托弗里夫的相似程度 成了赢得该角色的必要条件 在《超人归来》上映前四个月 华纳就财大气粗地宣布 原班人马会开拍续集 站定于2009年上映 但因为票房未达到预期 2008年8月宣布取消续集的制作 先前宣布放弃导演一职的 布莱特·纳特纳 后来接手了 被布莱恩·辛格放弃指导的电影 《X》暂解3 背水一战 2005年6月15日 《蝙蝠侠 侠影之谜》上映 克里斯托夫·诺兰指导 华纳投资1亿5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3亿7000万美元 2008年5月2日 钢铁侠上映 乔恩·费如指导 派拉蒙投资1亿4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5亿8000万美元 2008年7月18日 蝙蝠侠黑暗骑士上映 这是克里斯托夫·诺兰指导的 《蝙蝠侠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华纳投资1亿8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10亿600万美元 在进行诺兰版《蝙蝠侠 第三部》的故事探讨时 编剧大卫·S.高耶得知 华纳正在策划重启超人系列电影 于是把自己所构思的 现代背景的超人故事 告诉了克里斯托夫·诺兰 2009年8月 美国法院裁决了一件 关于超人电影改编权的诉讼 若华纳在2011年还没拍摄超人电影 就需要对超人电影版权方进行赔偿 2010年2月 克里斯托夫·诺然向华纳提交了 现代背景的超人电影设想 华纳同意开发现代超人电影项目 并让诺然出任兼职 并与大卫·S.高耶共同负责编剧工作 克里斯托夫·诺然在兼顾导演一职 是华纳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但诺然此时正忙于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而现代版超人电影 定于2012年年底上映 两者荡期严重冲突 吉尔默·德尔托罗 罗伯特·泽米吉斯 本阿弗莱克 都曾是华纳考虑过的导演人选 最后在诺然的利剑下 2010年10月 华纳宣布扎克·施耐德 将指导这部现代版超人电影 超人钢铁之躯 扎克·施耐德有过两部漫改电影的拍摄经验 分别是2006年的斯巴达三百勇士 2009年的守望者 作为广告和MTV出身的导演 扎克·施耐德指导的作品 具有强烈的视觉风格 2010年11月 华纳宣布超人一角 由亨利·卡维尔饰演 这是他致参与超人飞跃 超人归来以来 第三次试进超人这个角色 他也成了第一位出演超人的非美籍演员 艾米·亚当斯 饰演路易斯莱恩 麦克尔·山农 饰演萨德将军 凯文·科斯特纳 戴安·林恩 饰演肯特夫妇 艾米·亚当斯 也试进过超人飞跃里 路易斯莱恩一角 传闻他非常喜欢饰演超人女友 只要有相关选角都会尝试一下 亨利·卡维尔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 自爆过一段糗事 自己当年沉迷游戏 而忽略响起几次的手机铃声 等心满意足地打完副本 才发现刚刚来电是扎克·史奈德 忙回播了过去 差点错过饰演超人 超人钢铁之躯 对超人的服装做了重大改变 取消了经典的红色三角裤和黄色腰带 蓝色紧身衣加入了鳞片纹路 进一步凸显超人的身形 超人胸前标志和披风 由亮红色变成了利红色 胸前的S标志比例放大 披风长度增加 取消超人额前标志性的小卷毛刘海 这些改动让超人显得更加平民化 与2011年9月DC漫画新52计划的新服装设计相互呼应 大众对新版超人的角色设定 普遍保持着正面的反馈 2011年8月1日 在芝加哥以西 杜佩奇机场附近的一个工业园 超人钢铁之躯 以代码秋双进行拍摄 导演扎克·施奈德选择先用传统RD的方式拍摄 再在后期制作中 将其转化为市面流行的3D影像 与诺兰爱好一样 扎克·施奈德也仅仅使用了胶片摄影机 2012年2月 电影的前期拍摄工作完成 超人钢铁之躯的配乐 最初传闻将由诺兰的老搭档 汉斯·济默来抄刀制作 不过他本人对于这些传闻都给予否定 2012年6月 华纳官宣 汉斯·济默将为超人钢铁之躯制作配乐 2013年4月19日 伴随着电影第三支预告片公布 一首新版超人的主题曲 发布在互联网上 供大众聆听 2012年5月4日 复仇者联盟上映 2亿2千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在全球爆赚了15亿2千万美元 并在大众评价中获得了较多数的好评 2013年6月10日 超人钢铁之躯上映前几天 扎克·施奈德宣布正在积极与华纳推动 超人钢铁之躯的续集 以及让正义联盟登上大荧幕 2013年6月14日 超人钢铁之躯上映 全球累计票房6亿6千万美元 但制作费却高达2亿2千万美元 超高的制作成本 在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后期制作耽误 毕竟按照华纳的规划 电影应该于2012年12月2日上映 而复仇者联盟的经验亮相 给超人钢铁之躯的压力显而易见 并直接推动华纳加快了与其他DC角色 组成共同电影宇宙 超人钢铁之躯成为DC扩展宇宙的第一部电影 2013年6月16日 媒体报道续集将在2014年推出 之后在圣地亚哥国际动漫展中 宣布蝙蝠侠将加盟超人钢铁之躯续集 2014年5月 超人钢铁之躯的续集被正式定名为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 2016年3月25日 天赋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上映 制作成本2亿5000万美元 效仿8亿7000万美元 2014年10月正义联盟宣布开发 2016年4月11日正义联盟开始拍摄 2017年5月22日 扎克施奈德因家庭因素 推出电影的后制阶段 由乔斯韦丹接手 对剧情进行了改写和补拍 2017年11月17日 正义联盟上映 制作成本3亿美元 效仿6亿6000万美元 2021年3月18日 扎克施奈德版正义联盟 在HBO MAX上发行 本篇有影迷历经三年的请愿 才换来华纳重启正义联盟 重新剪辑并制作新的视觉效果 再加上额外拍摄的费用 总共花费7000万美元 2022年10月21日 黑亚当上映 主演道恩强森 利奥亨利卡维尔 以超人造型在片尾客串 并期望能在电影后续剧情 讲述黑亚当大战超人的故事 恩利卡维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自己很高兴回归出演超人 彩蛋中出现的超人 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会有更多 关于超人的故事要讲述 黑亚当的制作成本 1亿9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却只有3亿9000万美元 2022年10月 华纳兄弟探索完成整合 DC营业给DC工作室取代 联合主席兼联合首席执行官 詹姆斯·古恩与彼得·沙弗朗 宣布将拍摄年轻版本的超人电影 恩利卡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宣布正式告别超人一角 不能再出演超人是很难受的消息 但人生就是如此 关于DC工作室对未来超人电影的计划 卡维尔表示尊重和祝福 2023年6月16日 闪电侠上映 恩利卡维尔的超人造型 最后一次在电影中亮相 2023年6月 超人传承正式宣布制作 并公布了主演阵容 大卫·克伦斯韦饰演克拉克 瑞丘·布洛斯纳安饰演路易斯 超人传承将于2024年2月开启制作 2025年7月11日上映 DC宇宙取代DC扩展宇宙 超人传承 是DC宇宙第一阶段 壮神与怪物的第一部电影 导演兼编剧 赞姆斯·古恩透露 本篇并不是一个原起故事 将聚焦超人如何平衡自己是客星人 和被人类养大的双重身份 以及外界对他有善天性的不友好 超人钢铁之躯的演员表中 乔恩·彼得斯也担任着监制一职 但克里斯托夫诺然禁止乔恩·彼得斯 进入拍摄现场 超人钢铁之躯后续蓝光光碟 销量出乎意料地畅销 新南累计销售一亿一千万美元 当电影额外获利四千二百七十万美元 总算没有亏本并小有盈余 2016年11月 艾米·亚当斯 正式制作主正在撰写 超人钢铁之躯2的剧本 接下来数年时间 陆陆续续出现 关于超人钢铁之躯2的相关爆料 然而随着DC扩展宇宙的终结 也都随之烟消云散